欸 兄弟 你幹嘛 弄弄弗瓜幹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叫做 Region Hairsty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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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台灣圖給我是不是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nt賞 今天我們又進入了 Kent賞的理容院 大家如果還記得前幾集我在講 髮型變遷時50年代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了 最近這幾年 非常火紅的油頭 我們也可以稱為Pombado 也可以稱為 Ri 枕頭 那說到這裡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一直嗆我今天褲子 很像睡褲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 大家仔細看 這是奧林匹亞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正題了 那Pombado的髮型 所謂的油頭髮型 是從50年代 中期到60年代初期 非常火紅的髮型 那最近有很多人會常常跟Kent賞講說 現在也很流行啊 對 其實現在真的非常的流行 因為又往正復古了起來 那在現在流行之前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還有再流行一次 那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在這裡先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油頭髮型 那油頭髮型 我們如果要講到最初期的話 要從17世紀的時候 11世紀有一個女人 她叫做Pombado 就是龐臂渡夫人 那龐臂渡夫人是誰呢 其實她就是髮王路易十五的情婦 那為什麼她會那麼有名 這個髮型跟她名字會一模一樣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當時她的髮型就引你 在17世紀成為一種流行的風潮 那這個髮型她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油頭髮型的最初期的樣貌 就是在我們這個額頭前面的地方 她會梳得拉的特別高 因為在女性的上來講的話 她們旁邊就不可能剃掉了嘛 所以在兩側的地方 她會往後往上拉 拉至到後面 那如果是長髮的話 她連緊背區的地方 也會往上拉上去 因為這樣子開始流行起來 在17世紀時 當時這種Pombado的髮型流行起來的時候 男人是還沒有流行的 那真正如果要流行的話 大概約在100年後 才開始有男性有這些類似的髮型 因為在17世紀的男性基本上都是長頭髮的 而且甚至開始有流行之後 有流行假髮的這種趨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看港片 或是看一些法官啊 我們看一些英國法官啊 法國法官都會帶頂那個假髮 那就是她們後來流行的髮型 那時候還不流行這種Pombado的髮型 因為這種髮型其實是以女人為主 那這樣的髮型 就一直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也有很多女性還是有這樣的髮型流行 一直到大概20世紀的40年代 那說到這裡 那男人的版本 到底什麼時候才出現 男人的版本出現 應該要在貓王 艾衛斯普里斯萊 還有Johnny Cash 這些搖滾明星出現的時候 整個大大的爆發出來 因為這幾個搖滾巨星的出現 就讓整個全世界的50年代到60年代 初期整個所有的男性 開始瘋狂的追逐這樣的髮型 那旁邊度的髮型一直以來都是女性髮型 一直到貓王出現的時候 那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跟這個文化的衝擊之下 也因為這樣跨性別的操作方式 營造一種悍逆社會先鋒的感覺 甚至轟動了當時的美國社會 那也藉由媒體轟動了全世界 其實這跟Coco Chonel一樣 把男性的服裝移植到女性的身上 讓社會產生一個極大的衝擊 那說到這裡 為什麼當時貓王要把頭髮塑造那麼油亮 非常多的油讓他非常有的光澤 其實最大的部分還是來自於 他要把搖滾的這種金屬形象 跟他的穿著做一個整體性的搭配 來表現出他這樣的一種風格 所以他的造型跟他的音樂風格是相互趁火的 來 那我來介紹跟旁邊度也有相關的髮型 立正頭 Region這種髮型簡單來說就是 讓兩側的頭髮用力的往後梳枕 梳到我們的後頭部的地方往內收縮 那你收縮了以後他會呈現一條線 那如果我們從英文單字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I字 那出現了這個弧度 在當時他們會發現覺得跟這個 英國倫敦西區的一條街很像 它叫色正街 因為後面這樣出來的髮型跟當時的這個色正街很像 所以因此就這樣來命名他 所以有些中文翻譯叫做色正頭 只是聽起來好像蠻屌的 他這個髮型我用簡單的來敘述給大家 就是他會把前額的頭髮摧到麻煩 超高 超高了以後再往前突出 那有些人是會把它燙卷 讓它變得更好舒服 可是因為這樣啊 前額為了拉出超膨超前的這種髮型 也會造成這個髮油要用的特別多 那此種髮型的這種名稱 其實來源眾多紛紛 那有一派的說法是當時的日本銀座設計師 他藉由1930年代的男士髮型 全部往後梳的這種髮型 去做一個發想的變化 參考日本新娘髮型高草田髮型 它不同於就是當時1930年代男性全後梳髮型 把前面的瀏海全部往上拉起撬高 其實這種髮型其實是在日本比較流行 這樣的髮型不同於現在男性我們最常看到的 就是兩側剃短 然後上面往後梳 但它也常被叫油頭 可是其實它都算是這種狂臂族出來的分支 這些髮型跟我們台灣人一般認知的油頭髮型是不一樣的 但他們還是可以被統稱為油頭 那藉由不同的國家產生不同的文化 創造出不同的油頭髮型 那立枕頭啊 在日本的文化裡面啊 一直以來其實從早期來講 它不算是一個非常好印象的髮型 這樣的髮型比較出現在Yanky boy 跟一些子命暴力團上面 還有一些賭博啊吸毒的人上面 所以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來講的話 他們是處於比較外道式的髮型 那這種髮型在一般人的眼裡面 就很容易讓人覺得壞壞的很硬漢 然後很叛逆的感覺 那尤其在很多動漫裡的反派也特別會有這種髮型 如果大家真的真的沒有概念的話 可以去參考啾啾啾冒險演藏第四部 裡面的主角東方藏柱 他的髮型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立枕頭髮型 好 那最後說完以後 如果大家還是沒有畫面的話 那我就拿小胖的頭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走 來 這樣我們模特兒小胖已經來了 那今天小胖會不會就穿這樣了 因為小胖最近就是 周路有點問題 所以他去當Uber 所以他就穿成這樣 還Uber也不一定要穿這樣好不好 來 那我先跟大家講解一下立枕頭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如果沒有像天上 我旁邊都要在整個推掉的話 那今天如果你可以參加一些正式的場 也不能講正式的場合 如果你講到死壞的話 或是讓人家覺得你幹起來很有個性的話 就可以嘗試去輸立枕頭 因為其實立枕頭啊 其實基本上他大部分都是比較屬於等長性的髮型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男生髮型來講的話 瀏海都會有一定的長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要出這樣片長這種油頭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旁邊沒有推掉 那如果有點長度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嘗試輸立枕頭 來到這裡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立枕頭 可以把它翻成中文的另一個角度就是說 用力量輸出你的髮型 用你的手 的力 輸出你的髮型 那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把髮根拉膨 髮根拉膨 我們就看到這個九排輸 勾住髮根往上拉 勾住髮根往上拉 再藉由我們這個吹縫隙 往上吹 那我們在風口的時候 我們應該不會像傻逼一樣這樣吹 因為這樣很像笨蛋 所以我們一定會把這個風口切成這個 跟我們把額頭呈現平行的狀態 往上吹 因為我們要去做這樣的髮型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三角的地方先切出來 這個地方是主角 往上拉高 有些人旁邊頭髮如果很長的話 它到底是一樣的 就是往後去吹捧 往後去出貼 公藤淨香 還蠻正的耶 這個很像藤井玉米 像吹拉那個 好歐斯古 好啦好啦 趕快工作 好歐斯古 勝利大改造 台灣勝利 この瞬間 そしてその時 日本節目都喜歡這樣 そしてその時 你知道這邊好Old School 你就穿一個很Old School的西裝 我是老學校代表人 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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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學校不會講有時刻 喔 欸還蠻帥的耶 我算有一種重生 我為什麼有一種好笑感 我綜藝卡 我好笑意 有一種綜藝感 有點像是那種 它像什麼模仿節目 然後我們要去那邊 因為我覺得很像那種 白冰冰捧出來藍傳 白冰冰 白冰冰 真的表情要 這樣比較好笑 這樣比較好笑 旁邊在Line 是會最 欸其實我確實覺得 是還蠻好看的 我說真的 可是這不適合處理這機場 這個太浮誇 這去夜店我覺得 大家都會看 欸 欸欸欸欸欸 欸 那個是劉家亨 啊不是 看起來我討厭喔 欸 欸 你其實有帥 這樣的髮型 最好還是盡量 是用油性的髮油去做 要不然的話 其實像 小胖啊 他的頭 其實真的很多地方太短了 他如果使用水性的話 他的附著度 是不夠強的 因為剛剛 片長拿到那個水性 因為我會怕被那個 被DIS 畢竟有很多 有頭魔人 來DIS啊 上次輸我就不是你 I a man I a man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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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心蠻帥的齁 我老學校在演 Old school represent 幹嘛啊 這是什麼 寶貝別哭 可是我覺得比較像 小五郎 哈哈哈哈 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很浮誇 其實這個髮型如果大家 更想看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上網去查那個 最危險的形式 那片長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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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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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